好 挖掘新聞一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餐酒館的業者林洪偉 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旅歐的部落客林怡君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媒體工作者 呂文婉 郑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藝人LaLa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還有律師尤杰彥 尤律師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 老公是暖男嗎 主題才講你就嘆氣了 他老公要是空調 對啊 中央空調 全天公暖 這個幾天前 有一位臺日混血的Youtuber 他分享了自己 來臺灣環島的時候 他所遇到的一則很暖心的事情 讓他感動到爆哭 原來是這一位女生 她想要從台南 然後去高雄 可是她不知道要怎麼做 那她就在背包上寫著 我想搭便車到高雄 感覺上這台藍便車 結果有一位正在幫家人買便當的大叔 用流利的日文跟他說 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跟我說 他表示願意把他從台南載到高雄 結果途中才知道 原來當天是這一位大叔 正在辦爸爸的喪事 但因為大叔以前住在日本的時候 受過很多日本人的照顧 所以他想要幫助這位Youtuber 來報答日本對他的恩情 聽起來真的還滿感動 那文婉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來龍去脈 其實真的單就就是很單純的在身處異地的一個旅人來說 遇到這麼暖心的大叔 真的充分凸顯我們台灣 其實做外交其實最好的範本 台灣最美的風景真的就是人 那這位哈姆獎 其實他是據說在日本 還滿有名的一個Youtuber 所以他來台灣自己應該是行腳的一個行程 可是他到台南的時候 他就是面臨到一個困難 他想到高雄 可是他不知道 畢竟不是台灣人 他不曉得怎麼去 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在背包上面就貼了一個紙條 就說我想搭便車到高雄 可是後來他真的有人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景象 會不會把車停下來 可是這個哈姆獎非常非常的lucky 我必須要講很幸運的 真的有一位大叔 就在他身邊把車子停下來 而且用很流利的日文告訴他說 他願意可以幫忙他 看看他有什麼需要 好 上了車之後呢 這個哈姆獎呢 其實當然就是連連感謝 可是大叔跟他講說 我可能沒有辦法馬上送你到目的地 因為我家在辦喪事 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已經幫家人 還有我的太太買了這個中餐 所以因為他們在殯儀館嘛 那時候是有設立靈堂 所以他需要把這些餐送給 在殯儀館這邊陪伴家人的 那些人就對了 後來他就真的把車子開到 這個就是所在地 把東西放下來 可是這時候呢 太太就覺得很奇怪 就說你為什麼他是誰 當然有先問他是誰 那他大概就是很 就是很應該說約略的解釋一下 可是他就很堅持說 他就是要送這位這個 就是哈姆獎到高雄去這樣 然後也跟他講 請不要說 我就先做這個事情 後來他也真的做了 可是途中太太曾經有打電話 對他這個動作哼 就很不能理解 現在在辦爸爸的喪事 那是不是一切以爸爸為重 你頂多也送他到火車站 還是說你也可以做什麼 做什麼交通工具 應該是這樣幫忙就好 送到目的地這一點 其實讓他覺得真的不能理解 太太是有意見的 那簡單講是後來呢 當然哈姆獎事後 其實有把這一段的經歷 在他的Youtuber上面 他講述給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說到煽然淚下 因為他講就是說 其實後來他也知道 為了他搭便車這個舉動 第一件事情 這個大叔家裡在辦喪事 他這個勞煩到他了 第二件事情 因為這樣他跟太太吵架了 然後第三件事情 讓他很感動的是 原來他曾經因為這個大叔 為什麼很堅持這樣做 就是因為他曾經受到 去那邊留學的時候 受恩於日本人 有幫他就需要一個保證人 當時在那個狀況底下 他那個朋友 日本人的朋友 有幫他做個這個 就是一個忙舉手之勞 但是對他來講是很大的恩情 所以他認為一定要報恩 那大概是這個輪廓 是 Lana 你剛剛在嘆什麼事 就是老公是暖男這個部分 我覺得暖男可能就是要 針對認定的角色 你是我女朋友對你暖 你是我老婆對你暖 而不是對大家都很溫暖 可是現在是報恩 但是他爸爸在那個做喪事 上市的時候太太在啊 全家人也很需要這個精神支柱 對啊 因為看起來他是一家支柱 如果這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我應該也很難過 對 我也會跟他吵架 因為就是自己的爸爸過世 我會覺得希望一家人可以送 爸爸最後一層 那其實這個這個Youtuber 他要到高雄 也有很多方式可以抵達 像文婉姐說 可以跟他說怎麼坐火車 或者是幫他支付檢測錢 就是有很多解決方式 不一定要親自送這一層 才可以真的去完成自己的心願 這個太太啊 說你又不認識他 為什麼要載他去啊 帶他去火車站就好了嘛 太太先生的回答是 你不要再說好不好 你不要再講了 他直接就把車子開走了 對 然後他在開車的時候 那個太太又打電話來 說我不想在爸爸面前說什麼 因為爸爸走了嘛 今天是爸爸很重要的時間 你把他帶到火車站去就好了 這個男生又說 好啦 別說了 我知道了 這樣子 OK 那你會用更激烈的方式 跟先生表達嗎 其實我也不會 因為我如果是這一人家的太太 那大家 就是我先生已經不在了 那全家人也是靠我 我可能會先忍住 然後還是以爸爸的後事為主 因為可能現場很多親友 我也不想要當著親友面前 去跟先生吵架 但事後我一定會跟他大肆溝通 大肆溝通 對 溝通還有大肆跟小肆 大肆溝通 他這樣的舉動 只是感動他自己 對啊 因為我覺得 你要做暖男的舉動 你應該先把你的家人 把你最重要的人顧好 你有餘力 然後才可以去照顧別人 親友都在 爸爸你看你養這個什麼狗 這個超緊張的 你的意思是什麼一字 你知道嗎 對啊 對啊 我說你為什麼不這樣 我好像不是這種個性 這比較像我 這個情緒那個手法 道德綁架 宜君你會怎麼說 我覺得可能要看情況 因為我們看的YouTuber 不知道他其實 他家裡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也許說他那時候有一個空檔 然後他可能不想幫忙摺蓮花 或什麼的 就是他可能有個空檔 他覺得這個空檔 其實家裡沒有我沒有關係 那如果是說是一個很重要的 蓮花現在都有在賣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內容 就是要看看是大家 如果都在等你的話 我覺得那就不行 那如果說他是一個空檔的話 我覺得如果說他真的是 有一種想報恩的恩情 或者是反正他一定有他的意圖 跟動機 是 所以我覺得可以看狀況 看狀況 看狀況 好 那洪偉你是男生 你怎麼看 其實我在... 他會先看對方漂不漂亮 也是一種 看漂亮的程度在到哪裡 什麼啦 你還真的可以回答 交流到 其實我看那段影片 我後面其實我眼眶是有泛紅的 因為我在聽到這個大叔 在敘述他在日本去 受到一些保證人 因為他去讀書 需要保證人的一些故事 保證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是一個很大的責任 然後又完成他去日本讀書的心願 再加上他爸爸以前在台灣 是受過日據時代的一些教育 我想男孩子其實都會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人事物的情懷跟感情 就是有一些這個點 我剛剛有觸碰到的 我會義無反顧的就是想要去抓 去抓的那個我當初可能 一直存在我內心的一個感動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 假設我年輕的時候 我搞不好也會做這樣的事情 對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 現在也還會吧 為什麼是年輕的時候 台灣年輕對日本女孩有特別的情懷 不是... 到幾歲都會吧 沒有 我覺得跟個性跟你自己 是不是願意相信我 因為老婆當下可能覺得大家都在忙 然後家裡已經醜雲產物了 在辦這一事情 大家很多的瑣碎事情 需要你的幫忙 你為什麼會為了這個小事 花了一個多小時來回本坡 但是就這個大叔來講 他看到這樣子的需要 路上有這樣需要的人 那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幫助一個人 到底對他來講 是能夠得到多少的回報 或者是多少的發酵 我們不清楚 只是我們內心是很單純的 只是想要幫助他 而且我幫助他 我內心可以得到很多的回饋跟感動 但是太太對你很不諒解 我老實說 假設我的太太 像文婉姐這樣子強勢的話 我可能... 又這樣會強勢 你幹嘛 我可能就會說 好 那我幫你叫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員工 因為我看他開滿好的車 你是不是來這邊 幫我送一個朋友到高雄去 那如果我的太太像啦啦 或者是影片中的這個另外一半 因為他講話事實上滿溫柔的 那可能我就會 如我當初的願去做這件事情 你今天造成來賓的分裂 對啊 而且很明顯的 柿子挑軟的吃 真的啊 比較沒... 就是變成有炒的人有糖吃嘛 你如果拐拐聽 我就造我的那個 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我跟你講 男人寵不得 這是我的結論 我想說還好 我們中間有... 用怡君把它割開 讓我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